好 朋友們到這兒來看一看吧 就是這個 要看這個對不對 就這個你們看 對 其實你仔細想想 這樣還挺陰的 你看 這很嚇人 挺陰的 還挺大的 我的天 這會有什麼東西嗎 裡面 真的 它是不是可以打開 看一下有沒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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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房屋所有權證 就是我的嗎 裡面有一個什麼呢 整套系統自動循環工作 排風扇每運行十二點五小時 暫停零點五小時 那雙手也要知道這個 有了 雙手也要知道這個 雙手也要知道這個 我發現了一個很有用的東東 來 現在有發現了 這是這個 我們找到了這個房產證 然後這裡面有 真步行給防風系統做的一個解釋 好 排風扇每運行十二個半小時 暫停半小時 是 這個裝置觸發其實有兩個開關 一個開關就是天窗要打開 是 然後另外一個開關是 風扇要停下 這個整個光線的折射通道 才是通的 他剛剛說風扇開十二個 規律 三個小時關半小時就有規律 因為一天是二十四小時 所以它十二個半小時關半小時 它接近於十三個小時一個循環 它開著那半小時每天都會不一樣 每天都會往後推一下 就是它總會有一個循環 是會碰到天窗也開 風扇也關 我補充一個點 三月十三號 大家不是都覺得這個呼吸不順暢嗎 對 十二點 裝置修好 那你修好那個時間 有沒有可能就是它重啟一輪循環的時間 可以算一下重啟之後 多少天它就會正好輪到今天的十二點多 對 數學難題完了 其實現在這個十二點重啟 也就代表著十一點半關掉 那十一點半關掉 正好是陽光房打開的時間 我們就把十一點半叫做殺人時間 十一點半到十二點 這裡面我們要找一個關鍵時間 就是正常走的話 它是哪天到那個點 就是算哪天是十二點就好了 我來算一下 十三號的中午十二點開始 十二個半小時 就是半三個小時 所以是十三個小時 一天過去之後 十四號就是十五號 等於十六號算到十七號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了十四點 就是等於是一天往後晚一個小時 那麼到二十 嗯 從上啊 每天為什麼